黃毓民議員 由一年四千多萬人次的自由行,和邊境槍決水貨走私活動,到政府、學校、媒體中潛移默化的共產黨式詞彙,和排擠廣東話和正體字等等,都是源於重中興港、中港融合的政策。 黃毓民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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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在以民主制度確保法律符合人民的集體議員 有份受法律規範的人 一定有份制定法律 終審法院全首席法官李國南去年指出法治涵蓋三大原則 第一,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遵守同一法律 第二,司法獨立 包括司法機關獨立於行政及立法之外 以及法官獨立審案 第三,法治要有效保障人權 這個是法律支持和以法治人的分別 基本法既非港人制定,立法會亦非全面直選產生 香港的法律制度根本就剝奪了港人的基本政治權利 立法 但是梁振英蓄意扭曲法治 就是叫港人依附中國極權主義者 接受目前不公義的制度 專注經濟 放棄獨立人格 民國初年 自由主義者 自由主義者胡適曾經說過 現在有人對你們說 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 去求國家的自由 我對你們說 憎你們個人的自由 便是為國家爭自由 憎你們自己的人格 便是為國家爭人格 自由平等的國家 不是一群奴才 做得起來的 上一世紀提出逃避自由學說的 解釋這個納稅主義興起的著名美國哲學家福摩也曾經說過 他說世界上最使我們感到羞恥的 莫過於不能表現我們自身 而最使得我們驕傲和幸福的也莫過於 想說和做我們要想要說要做的事 每年的施政報告都以發展經濟為第一章 而主旨也必然是抓緊中國機遇 而是實現民主政治 保障自由人權 打破中國對香港的社會控制 以及大財團的經濟壟斷 從權貴手中 奪回原本屬於自己的發展機會 自己選擇前路 港共政權 剝奪 港共政權 香港人的政治權利 民眾完全無法參與制定政策 結果就是物價高 工時長 工資低 百多萬窮人 終日生活在生存 和溫飽之間 在掙扎 我們無法選擇自己的政府首長 無法選擇合乎人性的房屋政策 以及福利政策 更加無法保證自己會有一個合理的生活 港共政權 擅自為市民決定發展方向和生活方式 市民毫無知悔的遺地 只能夠被迫接受任人如辱 大型基建超之言誤 政府高官貪腐成風 十幾年來 特區政府強迫全體香港人 扶草興建大白象式的基建項目 未見其利 就先見其害 去年四月十五日 廣深港 高速鐵路 香港斷工程營事件曝光 多份內部文件與調查報告揭露 港鐵管理層幾年前已經知道工程必定延誤 這個運防局局長張秤良最初表示非常驚訝 後來又被人揭發 原來他事先置證 黃毓民議員 主席 黃毓民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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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員 黃毓民議員 議員 議員